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邀請到獎人的Tina和Miles 來教大家分享在生活中 使用金融科技的故事 為著生活的裏面 請各位觀眾朋友 來先收看他們的故事 頭一個要說的是 娘子的應用 這天 他兩個人來和提款 在這裡準備要領錢 Tina要用的是沒有卡的提款 他就是不用用的提款卡 用手機的第三領錢 這個時候 外面會比較愛Miles 等於對他的背包和落體 裡面 幾台的開玩卡 信用卡 裡面找出他的提款卡 外面會不會說錯 Tina已經是一個人的吉隆 只好將他的人生家屬 這天 Tina來到朝夕買菜 另外一邊 Miles去幫董事買幾個 買菜用手機的護罐是很燙嗎 不用再在那裡找藍餐啊 比起現金 拿手機的護罐實在是相適可便利 妳怎麼早呢 太棒了 我要問你 上次我們團購的蛋糕來了嗎 剛到了 太棒了 那我要給你多少錢啊 我算一下 好啊 差不多這樣一人七八七 好 沒問題 欸 我問一下啊 你手機號碼幾號啊 妳不是我的分機 2738嗎 妳不知道現在手機號碼 就可以轉帳嗎 我轉帳嗎 我轉帳嗎 我怎麼都不知道 不要廢話了 那我教你 用手機的護罐轉帳 非常簡單 妳跟妳知道她是對的小孩 跟她的手機的護罐 這樣就是金鴨 就完成了 這點都沒困難 謝謝 小姐的一天 實在有疼 不過還是要知道 錢開到大姐了 想著技術 也是麻煩啊 嚴格 行動幾乎到信用卡的開銷 我已經把記錄和統計都傳遍遍遍遍 比起傳統技術 就是這麼方便 其實 金融科技就在咱先鼓鼻 這樣使用全靠你自己